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今天我们来聊聊 马斯克、乔布斯、比尔盖茨等商业句子是如何提高效率的 话不多说,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亿万富翁们是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 第一,比尔盖茨通过冥想提高注意力 从多尔西到对冲基金亿万富翁雷·戴利奥 许多成功人士都把冥想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也是比尔盖茨最喜欢的提高效率的习惯之一 2018年,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这是提高我注意力的好工具 他说,冥想只是大脑的锻炼 类似于我们运动时锻炼肌肉的方式 这位微软联合创始人 每周冥想两到三次 每次大约十分钟 他说,冥想教会了他如何专注于头脑中的想法 并保持一点距离 并提高了他的注意力 该知推荐前佛教僧女 安迪·普迪·库穆所著的冥想和正念的顶空指南 给任何想开始冥想的人 第二,埃隆·马斯克 取消了过多的会议 埃隆·马斯克以他最重要的工作 开始了他的一天 并根据优先次序安排了他一天的其余时间 2014年,马斯克在南加州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 专注于信号,甚于噪音 而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实际上 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的事情上 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的多取消会议 这位首席执行官在致员工的一封 关于2018年生产率的信中写道 过多的会议是大公司的祸害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况会变得更糟 取消频繁的会议 除非你是在处理非常紧急的事情 马斯克表示 如果你必须召开会议 一定要确保你为所有听众提供价值 他还建议他的员工 一旦发现你没有增加价值 就立刻离开或挂断电话 第三,杰夫贝佐斯 迅速做出决定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认为 做出高质量高速度的决策非常重要 他在2016年制股东的信中表示 这是因为速度对业务很重要 大多数决定都应该由你希望掌握的 70%左右的信息 如果你等90%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你可能会很慢 事实上 根据贝佐斯的说法 你是否做出正确的决定 实际上比快速做出决定更重要 很多决定都是可逆的 双向的 对那些人来说 如果你错了怎么办 他说 你需要善于迅速纠正错误的决定 但如果你善于纠正错误 那么犯错的代价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低 而慢下来肯定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贝佐斯说 亚马逊决心保持我们的高决策速度 这不仅是因为它很重要 而且因为一个高速的决策环境也更有趣 第四 史蒂夫·乔布斯 知道何时说不 史蒂夫·乔布斯认为 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是知道什么时候说不 这位已故的苹果联合创始人在公司1997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说 专注就是说不 乔布斯说 专注意味着对上百个好生意说不 所以你要决定什么是合理的 什么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 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也有类似的想法 他曾经说过 成功人士和真正成功人士的区别在于 真正成功的人几乎对所有事情都说不 第五 杰克·多尔西 通过谷歌文档开会 杰克·多尔西是Twitter和Square的首席执行官 研究表明 大多数管理者认为会议会扼杀工作效率 哈佛商学院和波斯顿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65%的高级经理认为 会议妨碍了他们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接受调查的182名经理中 71%的人认为会议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 在开会时 杰克·多尔西有一种非传统的方法 他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加快批判性思维的过程 2018年 多尔西在Twitter上写道 我现在的大部分会议 都是基于谷歌文档的 首先是10分钟的阅读 然后是直接在文档中发表评论 这种做法为每个人腾出时间在同一页面上 使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 并能更快地进行真理 批判性思维 这位社交媒体CEO 引用了前微软部门总裁 史蒂文·辛诺夫斯基 在Twitter上的一个贴子 来支持他的谷歌文档方法 辛诺夫斯基解释了 以传统会议相比 在会议期间写作的潜力 辛诺夫斯基说 写作更具包容性 他更容易做出贡献 并允许深思熟虑 大家学到了亿万富翁 提高效率的方法了吗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忙按个赞与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